中國珠江和長江流域連日暴雨引發洪災 近400條河流超過洪水警戒線 其中湖南湘江多處決堤 數百鄉鎮被水淹 災民發出的視頻中 房屋倒塌 河上漂浮著屍體 但是中共媒體淡化處理災情 引發民怨 中共水利部宣稱 中國自入訓以來受降雨影響 全國377條河流發生超警戒以上洪水 較1998年以來 同期超警戒流數量偏多 近8成 其中廣西桂江 湖南湘江滋水 福建建西 富豚溪等46條河流發生所謂超寶洪水 15條中小河流發生超歷史洪水 黨媒介紹 當前 長江中下游幹流及兩湖黃河上中游 太湖及西江水位較長年同期偏高0.1米到5.1米 其中 長江幹流九江江段及潑陽湖湖口 超近0.32米到0.52米 另外 全國16個省市已發布15000次山洪災害預警 消息說 僅7月9號和10號兩天 湘江至少四處決堤 但部分地區洪災過去6天後 官媒仍未報導官方救助的情況 大陸網民在通訊軟件推特 發布有關各地洪災的消息和視頻 令人觸目驚心 視頻顯示 江西、廣西、廣東、湖南等地的水勢凶猛 在湖南湘江兩岸 水平面高出地面5米左右 另有視頻顯示 有房屋倒塌 鐵軌路基被沖毀 河上漂浮著屍體 在恆山縣湘江河堤長江鎮曹江湖段 9號早上出現約15米寬的絕口 洪水滾滾而下 汽車和房屋被淹 現場消息說 洪水淹沒楊子平村及附近的三個村 湖水面積達2,000多亩 數百戶受災 面對如此嚴重的災情 中共媒體只報導了有關受災面積 受災人口 損失金額等內容 對於災民的慘狀絕口不提 相關報導也被淡化處理 也沒有出現在媒體的頭條位置 湖南諸州居民歐先生說 諸州市的洪災最嚴重時 水未蓋過國道線 一旦諸州湘江絕堤 半個湖南和京廣縣就廢了 最擔憂的還是三峽大壩 一旦崩掉 大半個中國都將成為澤國 湖南省防汛抗旱指揮部公布 截至7月11號 共有受災人口279萬多人 死亡11人 失蹤6人 直接經濟損失超過53億元 如今已經過去一周 沒查到最新數據 有網民17號在及時通訊軟件 微信的朋友圈發帖說 央視凌晨1點播出美國停電 但是沒有說湖南發大水 同時 微信圈不少有關水災的文章被屏蔽 前陝西電視臺記者馬曉明說 以前哪個地方受災了 至少還有媒體報導領導人去作秀 慰問災民 現在他們作秀都省了 因此 如果不看境外報導 國內發生再大的災難也很難知情 至於原因 馬曉明認為 現在香港反送中和美中貿易戰已經讓當局焦頭爛額 現場作秀需要救災 現在國庫沒錢 所以他們乾脆淡化處理 不過 中共想淡化處理似乎不可能 目前 中國暴雨洪災仍有繼續惡化的趨勢 根據氣象水文預測 未來一周 南方地區還將連續出現強降雨天氣 未來一個月 江淮、江南、西南、華北和東北等地區 仍會有強降雨 預計長江中下游、黃河、海河部分水系 宋華江和遼河、珠江等流域 有可能全部發生暴雨洪災